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受害者指男生就读于该校的物流科系 而对方除了私讯询问她是否可以约炮 之后也在社交媒体向其男友和友人发出挑衅语言 女学生也透露 她将对方拉黑及责骂对方一轮后 对方却使用新的脸书账号追踪她 令她忍无可忍 决定通过脸书公开男生的行径 提醒该校学生提防这名同学 随着匿名贴文迅速在社交媒体发酵 南方大学学院管理层也发表文告 证实接获事件投报 并表示目前已经着手展开内部调查程序 接着下来关注一则法庭新闻 一名来自麻坡县陆路交通局的执法人员 因为涉嫌向一家公司收取27600令吉灰金 今日被带上新山法庭面控 被告阿末加米尔涉及四中案件 今日面对四项收费控状 她被控于2016年到19年之间 行职务之变 在麻坡一家银行通过网上转账 接受来自一家公司经理 借于3000到11000令吉不等的数额 作为不对付该公司罗里 违反了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的报酬 被告因此抵触2009年反贪污法令第17A条文 一旦定罪最高刑罚为监禁20年 罚款不少于费金的5倍或1万令吉 适合者更高 被告对所有控状皆不认罪 也没有聘请代表律师 法官最终应允被告以6000令吉 由一名本地级人士担保 以及在保释期间 假护照移交法庭保管为保释条件 此外被告也必须在每个月任何一天 到反贪汇马六甲办事处报道 直到案件结束 案件则定9月20日过堂 及一家文件 新闻最后 政府医院面包价格调账离谱 一名牙医控诉 新山板栏医院里一家面包店的普通香肠面包 一个居然要价5令吉 署名桥杜里的医生日前在脸书撰文表示不满 怒斥这是否存在暴力 他过后接受本报询问时强调他分享此事的用意 是希望医院可以在这个艰难时刻 为病患访客和职员在食物上提供一个可负担的价格 根据他在贴文中附上所购买的香肠面包的照片可见 香肠面包有12公分长 差不多就是一只马克比的长度 另外他还买了一个鸡肉丝面包要价3令吉 针对这起事件 罗佛州卫生局局长拿督阿曼今日发表文告表示 经过当局调查 有关贴文的指责确实有根据 越方已经向有关公司发出告诫信 并指示调降商品价格至合理水平 感谢收看 更多市区动态请继续留意新周日报新周网